HBLA组南山,东山晋八强。高院,南湖将争最后一席。 106学年度HBL南甲复赛,A组南山高中22日102比54大胜一篮高中,复赛四连胜成为第一支晋级八强的队伍,同东山高中87比82击败南湖,三胜一败也确定晋级。 虽然身高204公分的吴佩佳因伤挂免战牌,但南山仍有陈佑伟、张震衙等经验丰富的球员压阵,还有顶替吴佩佳的林佳龙,也有不错表现,战力在复赛未受太大影响。 吴佩佳预计八强仍会挂免战牌,南山是本学年度四强热门队伍,如果南山顺利在晋级准决赛,也是吴佩佳预归队的时间,四强也急需他的战力支援。 东山22日87比82击败南湖,拿到三胜一败成绩,接在后头出赛的高远,则以65比60击败木炸,虽同样三胜一败,但东山战友对战得十分优势,确定成为A组第二支晋级八强的队伍。 高远23日要与南湖交手,高远只要获胜就能晋级,二胜二败的南湖不但没有输的本钱,最好以大比分赢球才能确保八强。